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每年一度的世界衛生大會 將會在5月18日即明天正式舉行 一連兩日的世衛大會 將會以破天方的視像會議形式舉行 世衛組織的194個成員國代表 將會在本國以互聯網和其他代表互相連接 也別說不誇張 要數到最矚目的是 其中一份由歐盟和日本等接近60個國家 共同提案的決議草案曝光 看起來好像來勢洶洶 到底這份決議草案內容是說甚麼呢? 首先要深切關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對於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要聲援那些受到疫情影響的國家 並且強調各國需要在不受阻礙的情況下 及時獲得優質安全 有效和負擔得起的診斷工具 藥物和疫苗等等 最受到注目的當然要數到這 就是要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要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以及世界各國緊密合作 透過實地考察的形式 調查人速共通的傳染源頭 以及向人類的傳播途徑 換言之簡單用四個字來講 就是獨立調查 最後國際間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要擺上台面的數討論 到底參與共同提案的哪些國家呢? 除了27個歐盟成員國以外 原來還包括了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日本等30個國家 加起來有57個國家 佔了世衛組織成員國當中的接近四分之一 這個數字當然是相當可觀 而這些參與共同提案的國家 也應該視作為世界文明國家之列 但有一個國家相當奇怪 他竟然沒有參與共同提案 那就是美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為了這件事作出了解釋 他就說 日本是支持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 進行公平獨立和全面性的調查 但如果這個提案是由美國提出來 中國就很有可能繼續反對 如果是由歐盟和日本共同提出 相信美國後來也會加入 而安倍認為 中國也很想在國際社會當中 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 故此他就判斷 中國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可能性極高 而事實上 中國面對著這麼強烈的獨立調查呼聲 他自己也單獨難以抵抗 而且當美國沒有參與這個共同提案的時候 中國就連唯一可以說服其他人去反對進行獨立調查的藉口 都沒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已經找了一些代理人出來 找CNN去放風 就說那個責任全部都是屬於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都似乎蒙在鼓裏 中央政府都受到誤導 中央政府是無辜的 應該負責任的就是那幫隱瞞真相的地方官員 大陸就已經作出了一個這樣的定調 從這個定調當中又可以反映得出 中國其實自行來研判到 在世衛大會當中 其實當有60個國家去作出這個共同提案的時候 中國是難以抵擋的 也難以再說服其他國家 包括那些阿非拉的朋友國家 走去否決這個議案 因為那些國家同樣地都是影響到他的 因為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基本上就無一幸免 除非有些國家自己不走去驗 就不知道你有 那些國家沒有理由走去幫你隱瞞 那些國家沒有理由會受到你的說服 然後說反對這個提案 事實上是出師無名的 如果要反對的 所以肯定大陸就已經是研判得到 這個提案當他遞交到世衛大會上的時候 都是逃不掉的了 既然逃不掉不如先補底 不如找人出來放風 先搞定這個責任誰屬的問題 所以我就預計 這個接近60個國家的共同提案 很可能都會在世衛大會當中通過 至於台灣能否重返世衛組織 似乎機會相當渺茫 但是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真的有機會成立 至於美國方面 我也相信在世衛組織的框架以外 他們會繼續用自身資源去進行調查 我也相信其他國家的情報機關都會繼續進行調查 並不是完全指望世衛框架裡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接下來就說說另一件事 法國媒體《世界報》爆料 指稱中國在歐洲小國 馬爾他 駐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大使館裡 裝了一些設施 試圖監視一階之隔的歐盟州行委員會總部 實情大家可以在Google Map看看 這個馬爾他駐比利時的大使館和歐盟總部 只不過是一條馬路之隔 在正對面 好了 報導說 馬爾他駐比利時大使館 在2007年曾經裝修過 當時中國幫馬爾他支付了2100萬歐元的裝修費用 是無償援助 是送給他用的 但不久這件事被比利時的國安局看中了 他們懷疑大使館裡被中國設置了一些秘密裝置 目的是為了監視一條街資格的歐盟執行委員會總部 而且這樣的秘密活動還在持續當中 世界報的記者曾經向比利時國安局查詢 但對方說涉及機密無可奉告 但亦沒有否認這個傳聞 但馬爾他政府回應 說中馬兩國的友誼關係向來非常牢固 中國幫忙支付馬爾他大使館的裝修費 是中馬雙方事先簽好協議的 希望外界不要妄加揣測 而有馬爾他的媒體批評 這份法國世界報的報導是不實的 而且當初所有建築材料 都是經過好幾度的程序審查的 建築過程亦符合著北約的規範 更何況在大使館裡頭有八成的辦公室用具 近幾年已經替換了 而大使館亦有定期進行反間諜調查 因此法國世界報的報導 根本上只虛烏有 不過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就不是這樣說 他就說比利時的國安局 曾經將相關資料告訴美國 美國批評歐盟明知中國有這個舉動 都沒有作出干預 似乎看起來好像口筒被拗 好像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 但是光棍老教仔便便宜莫貪 無厘頭怎會有人提供兩千一百萬歐元 給你裝修才行 實情世界報在兩年之前 亦都作出過一些類似的報導 不過當時那種建築物 就不是馬爾他駐布魯塞爾大使館 而是非洲聯盟總部的大樓 這座大樓就是位於 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迪斯亞貝巴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當時有些電腦工程師發現到 每天晚上凌晨12點到凌晨2點的時間 明明在辦公室內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竟然之間那些電腦的伺服器就開動了 而且每一晚的這段時間 就變成了電腦資料傳輸的高峰期 到底搞什麼呢?是不是鬧鬼呢? 原來一查之下當然不是鬧鬼 原來這些電腦資料一直被傳輸到 一個位於中國上海的神秘伺服器上面 當時那篇報道引述了幾個非盟內部人士的說法 就說資料被洩漏的時間 可能是從2012年1月到2017年1月 長達五年那麼久 這個報道傳出之後 非盟裝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 並且拒絕了中國的幫忙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原來這個非盟總部在2012年1月的時候落成 造價就是8億元人民幣 整個總部大樓是由中國援助興建的 即是中國打本給你送給你用 作為象徵中國和非洲友誼的禮物 8億元人民幣送了大樓給你 有沒有那麼大隻夾拿隨街跳呢? 因為根據往跡 中國就算要和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合作也好 如果要在當地興建一些基礎設施 肯定會和你簽一份合同 然後就由當地政府來借貸起 怎麼會送給你呢? 如果他送給你的 旅程有沒有裝了什麼? 有沒有附帶什麼條件? 沒有附帶條件你真是害怕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